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电影俱乐部爆料肖战国际地位高 曝光肖战七大优势,注定大红 近日,肖战凭借主演的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 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高度认可 其中知名博主电影俱乐部也忍不住赞叹肖战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爆料肖战的国际地位高,国际影响力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俱乐部还曝光了肖战的七大优势 包括国际地位高,口碑有保障,商业价值大等 这些方面都注定肖战可以大红,持续很长时间 据电影俱乐部官方爆料 肖战目前所拥有的国际影响力非常大 国际地位很高,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 有目共睹,无论是出席海外的时装周 还是代言品牌的商务活动 肖战都展现出自己不可阻挡的一面 排面十足,备受尊重和热爱 另外电影俱乐部还曝光了肖战的七大优势 都是对肖战发展现状的总结,非常不错,未来可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就是喜欢这样的肖战 说来也奇怪,在肖战身上永远都能够看到积极的一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都没有审美疲劳 一直都充满着新鲜感和热爱,难怪能够大红大紫 如今的肖战,还在努力,还在坚持不放弃 新电影《春节档》上映,新剧接连不断开拍 轰轰烈烈不可阻挡 总之祝福肖战,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越来越好,也相信一定可以披荆斩棘 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作为小飞侠,作为热爱肖战的观众 大家可以从肖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激励自己同样勇往直前 肖战是正能量偶像,顺顺利利 肖战发博秀《红色披风雪人》 南方孩子对雪的执念刻进骨子里 我们的大明星发博了 果然每一场肖战能赶上的雪都不是白白出现的 肖战几乎每一年都会发布一些和雪有关的内容 分享给粉丝们 和北方人爱海一样 肖战这个地道的南方人对雪的直面试刻到了骨子里 每一场他遇到的雪都充满了肖战式的惊喜与激动 这几天就有人说 北京下雪了 估计肖战又得发一个博文了 这不,就来了 肖战文案是初雪两个字 配了一个小雪人的表情包 也是看出他欢欣雀跃的心情 肖战晒出的图片里是一个小小的雪人 雪人很是精致秀气的模样 除了雪人的胸前有个爱心之外 肖战还自己后期画了个披风上去 这个披风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猜想 很多网友也是纷纷在评论区讨论起这个红色的披风 喜欢肖战的朋友们都对这个披风不陌生 因为肖战的粉丝是小飞侠 在肖战的手绘里 有一幅是肖战拉着小飞侠一起飞 小飞侠就是一个带着可爱披风的样子 大家说这个披风就很好品 是肖战对自己粉丝最深情的表白呢 很多的粉丝也是一下子就get到了这个点 这个雪人不就是肖战和小飞侠的奔赴吗 最搞笑的是肖战还没忘给雪人点了一个纯下质 红披风,纯下质,胸前的爱心 这一个一个的细节真是感受到了肖战的用心 肖战把对粉丝的爱都通过着一个个的小细节表现出来了 有趣的灵魂果然是有趣的灵魂 也有北方的网友评论说 这果然是南方孩子堆出来的雪人啊 太秀气了 大家也是喊肖战到北方来 一定让你痛痛快快的看看咱大东北的雪是什么样子的 也可以在雪地里打个滚 一起堆一个东北版本大雪人 还有很多的粉丝在评论区纷纷晒自己家乡的雪给肖战看 肖战之前就发布了好多下雪的视频或是图片给大家看 估计这次动态的视频也在赶来的路上了 我们可以小小期待一下 新加坡大揭秘 肖战不仅会唱歌 还是个文学大咖 富有诗书气自华 咱们说说肖战 这个不仅能用嗓子震慑人心 还能用知识和搞笑打动脑袋的家伙 哎呀 别误会 他可不是什么外星人 就是那种在新加坡采访时能聊上中国历史 文学的地地道道的好家伙 想象一下 在那片闪光灯和麦克风如雨般密布的场景中 肖战展现了一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从容淡定 记者们问题追问的频率比打羽毛球还要密集 但这位小伙子仿佛拿起了一把文化扇子 轻轻一扇 问题竟然都化作了春风拂面的温柔 这场视觉盛面将文化和娱乐完美交融 让人不禁期待 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经验的表演等待着我们发现 别以为肖战只是个会读书作诗的古版先生 他可是个有幽默感的现代版才子 在回答问题时 他展现出机智应对 妙语莲珠的一面 让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 说到成长 肖战展现出来的全面发展态度几乎可以为全才二字代言 想象一下 一个明星在表演完一段撼动人心的音乐后 转头去研究诗经理那些古老的文字 或许在现实中 他更倾向于研究剧本或者准备下一个项目 但无论如何 全面发展四字已经深深刻在了他身上 这位小哥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 是什么让他拥有如此全面的发展态度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他成就的秘密 看看他是如何在多个领域展现出才华横溢的 说到文化底蕴 就像明星们各自独特的香水味道 每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不同 有甜美花香型 有清新草木型 也有浓郁东方香料型 这就好比我们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 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这个大星球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变得更加精彩分成 每一个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芬芳 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类社会 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精彩故事 是什么让文化的花朵如此绚烂多姿 一起来揭开这个充满魅力的文化之谜 培养自己的综合素养 可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这就像是等待茶叶慢慢释放香气 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沉淀与体验 想象一下 就好比在悠闲的下午 一杯热茶在杯中悠然生疼 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而我们 就在这片宁静中 一点一滴的汲取着知识的精髓 让他在心灵中悄然开花 在这个充满智慧的茶馆里 每一次思考都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旅行 那么 培养素养的过程中究竟有怎样的心得和故事 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个精致的知识之旅 用心去等待 去体味 品味出生活中那些美好的香气 时光荏苒 我们追逐的不仅是流星般刹那的光芒 更是那些能够长久闪耀的文化明星 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世界 肖战如同一颗耀眼的星辰 他不仅用音乐征服了我们的耳朵 更以深邃的文化内涵点亮了我们的心灵 就如漫天繁星映照下的夜空 肖战那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个人魅力就如星辰般 在娱乐的宇宙中闪烁 而这只是星空的一角 更多如他般综合 深邃的明星 或许正在悄悄崛起 在未来 让我们一同期待 迎接更多这样的探照灯般存在 他们将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为我们照亮思考和启迪的光芒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里 我们常常追逐着聚光灯下的明星 却很少注意到那些在文化的海洋中静静绽放的光辉 肖战 如同一艘启航的文化巨轮 他的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知识的追求 每一次停泊都是对幽默的表达 这位独具内涵的现代才子 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杰出人物的另一种可能性 让我们一同驶向那片神秘而广阔的文化海洋 因为在这里真正的强大和魅力 不仅仅是在聚光灯下的耀眼 更是在平凡生活中展现出的非凡内涵和智慧光芒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